這個程式說真的,你打字的時候 可以多打小寫沒關係 它沒有區分大小寫 那你會發現我打程式的時候 我其實基本上都是打小寫的 為什麼要打小寫? 其實有一個像這個好了 你看我剛剛打,我打Sales 你看我其實都打小寫 那他為什麼要特別講要打小寫? 而且理論上,如果你打小寫 假如你的程式沒有出錯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Sales的這個物件 你一開的時候,它就自動會變大寫 但是你跟別的同學打錯字 假設這樣,你會發現如果你一開 把它點到下一行 你會發現它這個字沒有變大寫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你打錯字了 所以我的習慣 這也算跟各位分享一下 像我打程式的時候,我一律都打小寫 那如果我移開的時候發現那個字 為什麼沒有字都沒有變大寫 那表示我字拼錯了 那我會再去修改它 OK,所以喔 寫程式 當然它一定一個字都不能錯啦 不過還是有一些小技巧 另外就是說你打的時候 還有一個,比如說我們剛剛不是打 假設你這邊刮鬍的時候 習慣,為什麼它沒有提示 那你就知道你自打錯了 OK,如果你打Sales 對喔,錢刮鬍 有沒有發現它也會提示 那表示你應該沒打錯 所以這個也是一些 怎麼講 可以讓你避免寫錯程式的一些小秘訣 OK 那反正慢慢打,慢慢打 習慣來之後 你可以越打越多 然後呢 每個動作就按照你題目要的 就是你要的動作 慢慢把它完成就OK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講回圈 那回圈是什麼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我先要把這些全部清掉 它應該是從第二列到101列 那問題來了,我不可能說我這邊一個 然後再複製一個 那邊改3 有沒有,你會發現 其實如果你要把3再加上去的話 那其實就是這個數字改而已 有沒有,這邊改3 那下一個就改4 改5改到101嗎 對不對 那如果像這種重複性 而且是有規則性的範圍的話 通常我們都一定要想到所謂的4回圈 OK,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只要以後你想到 固定範圍的重複的話 那記得喔 就4回圈 那4回圈怎麼寫喔 這個可能慢慢還是要熟練它 因為4回圈太重要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之所以會想要寫程式 主要是利用回圈 我剛剛講喔 電腦厲害的地方 它很快幫你重複做很多事情 OK 其實最重點就是像回圈 4回圈用的是最多的 當然除了4回圈之外 VPA其實還有其他回圈方式 不過暫時我們先用4回圈好了 那怎麼樣把剛剛講的那個2到101重複 特別是喔 一般習慣喔 會在這個 第二行的地方 我先Enter一下 在這邊打一個 Enter 然後這邊按一個 TAB 因為程式 會在裡面執行啦 所以會有階層的概念 那我們就打一個 4 4 特別是喔 4 空一格之後打一個I I是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 意思就是 我們是要 那個列號 等於 第二列 空一格 到101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OK 這樣的回圈就寫完了 那其實喔 比較重要的部分 特別是喔 它固定的 4後面的這個I 這個I是一個變數名稱 當然你不一定用I啦 你用X也可以 用A也可以啦 它其實只是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呢 後面它的值喔 會在2到101之間跳動 OK 那也就是說 它跳動的邏輯是這樣 就是先取2嘛 然後會跳到NAS NAS的意思是下一個 所以它又回來了 所以它回圈就一直這樣回圈 一直回去 等到它 2之後呢 就自動幫你加1 所以NAS有個概念就加1 NAS 加1 然後回到這邊 所以I就變成3了 一時的一推 那到101之後的話 它看到101了 沒有了 就不要再加1了 就停掉了 所以這個2的話 等於是開始值 101是結束值 OK 中間NAS有點像加1的概念 OK 那有這個概念之後的話 接下來 我們只需要怎麼樣 把底下這一行 搬到這個4NAS的中間 記得喔 那個I的這個值 要能夠得到 這個變數的話 一定要在4跟NAS的中間 所以一般習慣 因為它在它裡面執行 所以按一個TAB鍵 它在它裡面執行 所以把那個 剛剛寫的這一行 放在4NAS裡面 再來的話 其實只要改一個地方 改什麼呢 把那個Sales的2 改成I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邏輯吧 OK 所以它就怎麼樣 執行的話 它就先把它給2 給它 這個就清掉了 再給3 再給4 一直到101 那不就全部跑完 OK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喔 哪里錯 這打錯了 有沒有 稍打一次 執行一下 OK 那這樣就清掉了 欸 有沒有 那同樣的邏輯哦 如果底下的門號 像現在是門號 輸出這一個 嗯 可是問題來了 那如果要全部一起輸出的話呢 其實道理一樣嘛 4I 等於什麼 等於 所以我偷懶一下 把這一行複製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然後呢 把這一行有沒有 搬到 一般習慣是選取之後移動啦 然後呢 這邊把它按個TAB鍵 按NAS上來一下 OK OK 好 那當然你可以怎麼 把這個同樣的方法 把這個 改掉 有沒有 Sales的第一 但是你會發現執行的話 它會變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後面的公式沒改 所以它丟的話呢 一律都丟一樣的 所以呢 再來的話 我就必須怎麼樣 最最最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呢 把裡面的這個什麼 這個2的地方 一樣要變成I 但是你特別需要 你不能說 直接把這個2改成I哦 如果你把它改這樣會怎麼樣 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全變成NAM NAM 它看不懂哦 那為什麼錯哦 你可以看一下 因為它這邊變成FI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前面可以 後面就不行了 因為道理很簡單 前面這個是一個數字 因為I是一個數字嘛 那數字放進數字剛剛好而已 但問題來了 這個地方的I數字哦 那這一串是什麼 這一串是文字耶 對不對 當然你這邊的話呢 可能要轉 然後再串 這個地方還有一個串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不能這樣放 所以 當然呢 你可以轉啊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要把這個I放進來 那可能你要記得哦 你要先做什麼 先把這個字串切開來 因為他一串的嘛 OK 一個連串 這個概念可能有些同學應該 比較不容易理解啦 因為我發現 我之前有解釋過 但很多同學想 聽了半天之後還是不太懂 所以待會兒我跟各位講 你們先做 我先教你做出來 你慢慢就懂了 因為我發現之前我解釋了半天 同學好像還是 有聽沒有懂 如果做一次也就看哦 一邊做一邊講 另外 也就是說 一 它是一個字串對不對 那我先把它切開來 那怎麼切呢 就是找到二的地方 先兩個雙引號 為什麼兩個雙引號呢 有沒有發現 這個呢 就是單獨一個字串 後面這個呢 又是另外一個字串 那如果中間我要串個I的話 記得哦 你就是再用and的符號 把這個I放在中間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也就是說原來這邊應該是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2 你要把它變成像這樣子 就OK了 不過這個地方 對同學來說相對是比較難的 所以哦 我先跟各位講哦 也許你們先背個口訣好了 然後呢 慢慢哦 以後遇到這種狀況哦 細節你慢慢可能會比較容易理解哦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哦 因為這邊總共有幾個2 一個 兩個 三個 那以後如果你看到列號2的話 記得一個口訣 1先把2選起來 算一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 and 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那個I的變數 就OK了 意思是把I穿在中間的意思 但是呢 請特別注意哦 在VBA裡面有一個規則 就是and的符號前後一定要空白 所以你可能and前後要空白 有點像英文一樣嘛 你那個書寫的話 前後文 那個and的符號前後一定要空白 好 最好特別注意哦 你可以先把口訣記一下 先找到列號 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先and的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 然後再把and空白 先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兩個and 再移到中間加一個I 然後把and的符號前後加空白 好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這個我想是 這一題最難的地方 我把它執行比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 如果這樣執行 那就OK了 結果其實會跟之前用錄製的 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你會發現這是自己寫的 跟錄製的 雖然程式 最後結果看起來是一樣 但實際上 這個地方當然 你會相對的會比較有彈性 我再把重點再跟各位講 一 你們自己寫一個回圈 4I等於2到101 Nex 然後把剛剛這一行的2 放在這裡 這樣就OK了 那門號的話其實做法一樣 最大的不一樣是 這個地方有沒有 本來的2 改成底下這個 原理原則 其實原理原則主要是 把字串切開來 把I串在中間 講完了 但是要怎麼做就是這樣做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